岑梓杰又被袭击了 华尔被非华裔的兇徒袭击 警方认为有预谋 看回这件事 就说民阵召集人岑梓杰昨晚 报道大概7点40分左右 在旺角这叫雅兰里 雅兰里里被非华裔人士襲击 有目击者说 襲击前有一架车不断在雅兰里附近兜圈 兜圈即是跟踪岑梓杰 跟着就下车用铁锤 襲击岑梓杰的头部手部也受伤 用铁锤打头等于致命拿你命 看回现在 岑梓杰为何被人襲击呢 又被人襲击呢 上次 今次被人襲击是10月20日 今个星期日呢 民阵发起游行 发起九龙大游行 游行的路线就是跟上次7月7日 九龙大游行是一样的 在梭士巴黎公园 走到高铁西九龙总站 看回这件事 民阵吹鸡一定多人上街 现在又搞多一单 岑梓杰被襲击呢 我可以说更加多人上街 看回上一次 上一次襲击岑梓杰是什么呢 发生什么事呢 又是831游行前 831游行被警察否决了 即是反对了 831游行之前 8月29日 岑梓杰和他的朋友 就在佐敦道德天街一间餐厅里面 被两名蒙面男子手持 即是说棍炭和长刀襲击 他的友人上前保护 手捕受伤 手捕受伤 看回图片就知道肿了 接着他说 这里说 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 在9月上旬 共拘捕三名年龄介乎 15至44岁的中国籍男子 其中两人分别被控串谋襲击至造成身体伤害 串谋襲击即是说其中两人是主佬 这要说三人 这要再说 他就说仍然追缉两名在途人士 总共有五人五名 这两名蒙面刀手 这两名蒙面刀手 当时有目击证人 看到这两名蒙面刀手是南亚裔的 捉捉了中国籍 捉捉了中国籍 即是说这些南亚裔肯定收了钱 接着做事 再说这件事 上次是袭击了岑梓杰的朋友 首部肿了 这次真的袭击了岑梓杰了 看回这件事 现在是说警方认为案件属于有预谋的襲击 甚至强烈谴责有关的行为 会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调查 首先你真的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调查就好 如果你又玩东西乱乱走呢 你不用说话了 这些经常都说 你口中经常都说 很多人口中经常说 私了就继续会做的 如果你警方都是这样乱乱走 如果这个街头出现这些私了也好 智慧也好 什么都好 即是说到明 不信你警方是做到事 不信你警方做到事 即是说你警方都是没面子 是吧 你看回再说这件事 就是说现在民阵搞这个游行一定多人 这次我估计一定多人 就算你老实说你警方 现在民阵申请着游行 申请着这个游行 即是等警方发出这个不反对通知书 就算你警方又玩东西 发出一个叫反对通知书 我估计今次出来都是一定多人 因为现在实在看到这段新闻 我身边的人都说觉得很愤怒 不出不行一定出了 一定出了 就算你警方玩东西出一个叫反对通知书 都很多人上街 说回民阵 民阵吹鸡一定多人上街 民阵和和理非三个字 就画上等号 和理非我常说有两类 其中一类 就什么人搞游行 他们都会出的 另外一种最多的 最大部分的和理非 他们这班和理非 走完一定散 一定走的 这班和理非 讲到明只是民阵搞游行才出的 也是最大部分的 你看回现在今次出了这个叫做 岑子杰被袭击 加上如果你警方真的 是真的事而不见的 又放生的 又可以玩东西的 这样我不排除 有部分和理非都会变成勇武的 因为今次实在用几个字形容 太愤怒了 见到这些新闻 我想个个都很愤怒 你看回一样东西 每次被袭击的人 都是民主派被袭击的 你看回建制派人士 哪有人被袭击的 那你就知道是哪些人做 很明显 你看回整天都说 现在香港社会市民 是对警方没有信心 是对整个体制都没有信心 所以才出来上街游行 这些职业 不是冰封三尺 购乏一夜之寒真的 是经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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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ing 爆出来跟你计数 现在你看美帝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 摆明是针对你黑警、做事的恶行 现在看现在整个气氛、气候美帝都要出声 你看看这条《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说了很多年 为什么今年推出来还要一致通过 有些网友说还有参议院 参议院都没问题了 差在细节如何谈 特朗普一定签 如果一致通过 参议院都一致通过 特朗普一定不敢不签 因为看这件事 特朗普是共和党 你对民主党可能有意见 但连你的党友都签 如果特朗普不肯签 连你的党友都可能 所以我肯定特朗普一定签 说回这件事 如果警方真的再冷冷闲 不做事的 是否等于市民用自己的方法去调查 跟着用一个撕尿的方法去做呢 你自己想清楚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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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